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项选举的诉讼是在509大选代表土著团结党上阵的马祖基提出的 他也是槟城土著团结党的主席 上阵这个Dasek如果国席的时候是以区区的81票之差 不敌当时候代表巫统上阵的候选人Dato Shabudin 西蒙成功改朝换代之后 马祖基被认为上议员还有副外交部长 9月18号的时候马祖基就针对了 重算Tasek-Glugo重击的请愿书 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就遭到了驳回 但是他是非常的有毅力 过后他又继续的入禀联邦法庭 联邦法庭就在11月28号的时候 就指示取回该请愿书到槟城的选举法庭进行临审 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 那这个第十季大选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Shabudin他就成功击退来自槟城土团党的主席 马祖基的 还有伊斯兰党当时也是其中一名候选人 也是他们参战 不过他就败的比较糟糕一点 不过没有很差 那当时Shabudin获得的选票是18547张票的 而马祖基是获得18466张票 所以你这样子换算起来 就等于说马祖基他对手的选票是差了81票 只是如果你从整个计票起来看 是0.14% 那如果凡是这个选票 你差距不超过0.4%的话 其实你可以当场要求重算 那当时的选举官却拒绝了这种要求 所以马祖基他就让法庭挑战DASIK LUGO这个成绩 俄联邦法院就像刚才说了 已经在10月28号 把他就让回给槟城去审讯了 那审讯的结果就是说现在要重算 那马祖基就因为不满这个选举结果 才采取这个法律行动的 他要求的什么呢 你看他重算的 包括有这14号表格当中 有689张的废票 还有297张没收回的这个邮寄选票 如果这个重算结果出来的话 真的是有一种可能性 马祖基可能会翻盘 因为81张只有0.14%而已 那法官就指示高庭的高级注册助理 在明年1月2号的时候就进行重算 那将会有律师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士 就是在场嘛 在槟城的高庭就会打开 还有解封136张14号的表格 其实在大选的时候 所谓的14号的表格 就是记录着投票中心 把各个投票的这个区道 就是SALURAN 这一个选票呢 统计起来所得的结果 那之后呢 这一个表格是会送到总计票中心的 那根据了解呢 就是法庭第一次允许选委会的14号表格受到审查 那选委会呢 14号表格的这一个部分呢 我想呢 他的这个结果可能就会令大家高度关注了 是 无论是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其实他也不会对这个成绩造成太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沙布地呢 他已经退出了武统 所以很大可能性会加入土团党 那即使如果他还是保留这个国会议席的话 依然是属于土团党的 如果他加入去的话 但是如果是Mazuki赢的话呢 这个就不同说法了 现在情况呢 就是说Mazuki应该这么说吧 这个选票如果重算了过后呢 应该不会启动这个补选的机制 因为这个席位呢 没有被选空 只是说这个选票选得出来过 证明是有错的 那就会给Mazuki一个清白 应该不是说清白 给他平反 说这个是他赢的这个选票 所以他就直接可能会宣示 但对Mazuki来说呢 他就必须持续上议员的一个身份 这个就跟这个Randau和Cameron的补选呢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想说 其实在这个整个 整个事件当中呢 我觉得我想谈的 就是关于这个选举法庭呢 现在看起来 他们确实有比较大的一个权力了 或者人家说是有牙的老虎 不是乌鸦的老虎了 那这个很重要哦 因为如果能够让这个选举的法庭本身呢 存在有一个比较独立的 能够更直接向国会问责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选举罪行法令呢 其实才能够真正更全面和有效的执行的 所以未来 我们就希望做一个更好的这种执行方式 其实我觉得呢 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权力呢 都下放到应该担当的 这个权力的单位或者是组织之上了 请大家谢谢景佳来代班主编点新闻 谢谢